哈囉 大家好 我是你的叫Android 這一集算是我們的跑鞋盜亂鬥的分支 這一集呢 我們將來實測一下 究竟初階的緩震跑鞋 還有中階的搭配TPU版的這種推進版鞋 還有碳版的頂級跑鞋 這隻三種跑鞋不同定位來說 實際跑田徑場一圈它的數據會有什麼差異 當然本來今天還有另外一位選手 是拇指鱷魚 但是因為你知道 大家上次的留言太過於精彩了 我們下面的留言真的是一片華然 大家可以再回去看一下那隻影片 但我們現在還沒有買到那個襪子 因為最近真的是太忙了 所以我們今天就沒有把它列入一站 不然沒有穿襪子 有可能是會被罵的 那沒關係 我們接下來如果穿到襪子之後呢 再來實測一次給大家看一下 但我覺得拖鞋就是拖鞋 還要穿著襪子跑 好啦今天不要多說 我們今天就來實測 這三張跑鞋究竟跑400公斤超長 然後平均配數我們會跑兩次 一次是五分數一次是四分數 究竟他們的數據表現會有什麼差異 真的要跑比較快的話 就一定要買碳板跑鞋嗎 OK 那我們就出發吧 我是那個頻道製作人 我們沒有要佔任何人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他會這種反應 但是大家就互相尊重嘛 不是啦 大家留人不要那麼激進 你覺得拖鞋好穿就好穿 我也沒有說不行啊 但你不要講得好像我一副就是 大家互相尊重 開跑啦 1號選手 亞瑟士的Gio Carano 30 我們待會第一趟要跑兩分一圈 也就是五分數的配數 OK 準備出發 那今天的測驗呢 都是只跑一圈就休息 然後我們換速度 然後都跑在最內道 這樣以最精準的 盡量精準客觀的方式 來分析每一趟的數據 然後過程我也不會拿東西來攝影 因為避免我的跑姿可能會受到影響 影響手錶的偵測 好那我們就準備出發 跑第一道 兩分枕 準備 3 2 1 GO OK 整體跑起來的感覺其實不同速度下的反應還是有點不同 整體在慢跑的時候還是比較扎實穩定 要跑快的時候四分數 其實我覺得它的前掌啊 這個落腳的感受這塊 還是踩下去覺得很豐滿 很Q彈很厚的感覺 然後再回程要知道 過程中覺得想要加速的話 會感覺其實後腳有點太穩定了 反而速度會有點帶不起來 體感上啊 但我速度還是有跑到目標的配速 所以待會換了幾雙鞋之後來感覺一下 不同的鞋款跑一樣的配速 體感有沒有不一樣 數據有沒有不一樣 OK 我們換第二雙 2號選手 Meginon的Wave Freebillion Flash 第二代 這雙跑鞋算是比較中階鞋款的定位 它不是搭載的碳纖維板 但是它是TPU的材質 整體推進效果或滾動其實應該也算是還不錯 所以我們來試試看 用這雙跑 兩個配速的體感上會有什麼不一樣 嗯 這雙鞋的設定 腳桿在鞋型的設定上就會有一個自動滾動的感覺 可是我們剛剛這雙鞋拿過來的時候發現一件事情 我這裡卡了一個超大石頭 所以這是這雙鞋的缺點嗎 重點是這石頭可能這雙鞋我已經兩三個禮拜沒穿 它已經在我家放了三個禮拜我沒發現 哦 好啊 準備出發了 第二組 兩分整先開始 定位完成 好來 講一下 因為我剛剛上一趟 兩分整沒有跑得很準 我跑1分56 所以這一趟我會跑1分56 就是差4秒 盡量讓每一圈的秒數是一樣的 因為第一趟可能 不小心跑太快了 好那我們這個奇怪就是改成1分56 沒錯1分56 好 準備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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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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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雙跑鞋 美金龍 Wave Rebellion Flash 2代 其實整體跑5分速會有點 因為滾動的關係 會不小心想超速 所以 在前面5分速其實壓得比較辛苦一點 然後再來是落腳的位置 它不太有辦法坐到後跟著地 所以幾乎都是要用中足落地 可是一中足落地 就會被它的鞋型設計 順向的滾動向前 會不自覺的跑太快 所以第一趟壓得也有點辛苦 第二趟是跑4分整的時候 我覺得就比較感覺出來 鞋子有幾乎八到九成的發揮 就是整體穿起來的感受會蠻 一下子就是一出發 就會感覺像是 真的在跑步的當中 是適合它的區間 所以蠻好就提速起來 然後在維持速度上也不會太辛苦 那整體在跑4分速度 跟我們民主比較不一樣的腳感 是它的滾動感受 會在4分速的時候 落差滾動感會越大 就是速度越快 鞋子感覺會推你越多 整體的續航效果 就是漸漸加速的感覺 其實是比較好的 那相對於上一雙 初階穩定型跑鞋來講 是有很大的不一樣 蠻期待看到數據上的表現差異 OK 我們換到第三雙 ON 最後一雙 碳板鞋 這雙是ON 的 Cloud Ecobone 然後這是第二代 我覺得這雙鞋其實蠻多細節 但前陣子都沒有機會跟大家好好分享 其實這雙鞋我記得它當時候在台灣是限定好像七十幾雙吧 反正是有數量限制的 然後價錢也蠻貴 我記得要一萬元嗎 還是九千多元 有點旺 比較多細節的地方是它的鞋帶 其實你仔細摸起來 它是有點繁滑材質的 就是感覺有一點橡膠在上面 所以其實摸起來會有那種直滑的效果 真的耶 然後第二個是鞋墊 你仔細看它的鞋墊 我覺得這個漸層色的設計 其實也是一個小小的細節 不要先拿掉啦 不要先還沒事 然後它上面這邊有一些 這個除了漸層色之外 它的這個字啊 都是這種繁滑的設計 大家有穿過小朋友會穿那個繁滑襪子嗎 它就像那種感覺 然後坐在鞋底 所以除了這個ON的字樣之外 前面這邊 最前面的鞋墊 你手進去摸摸看 那個膠條也是在這邊膠條 鞋墊也是繁滑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細節是 就是難怪大家要賣那麼貴的鞋子啊 然後整體來說 這款跑鞋真的很多小細節 就是我覺得是很漂亮的鞋 所以我一直很捨不得穿它 就是拿來放著 就欣賞它 那我今天特別把它拿出來 當作我們今天的一個參賽選手 它是碳板鞋的代表 它也是雙層的中底搭配 搭配了這個三明治夾成的碳板 所以這個黑色的是碳板 沒錯 然後鞋底的部分 柯紋就比較一般啦 就是前面這邊算是有一點 橡膠抓地表現還OK 後面這邊通常看 跑比較多里程的時候 這邊就會有一點點磨損 因為這雙鞋那時候主打是說 跑一場比賽它 就不能跑了 所以我一直很捨不得穿它 那今天就來試試看 它跑五分數跟四分數的效果 我們再找一場適合的比賽來穿這一雙 但我必須說 我最近已經在社群看到它的下以代好像要出了 而且下以代我看起來的改款好像還蠻大 除了這個系列之外 它還把它新增了一個另外一個新的型號 就感覺是有厚底跟這個比較一般中底的版本 你講厚底 所以這一雙是說只能跑一場 所以厚底可能就兩場了是不是 它的厚底比較像是 比較像是那種很肥的碳板跑鞋 像是 像是什麼 比較可以消掉更多 像Brooks那種比較厚的 然後或者是說像 亞瑟士的那個Paris那種 整個厚底是很肥的肉的感覺 好啦開跑 第一感覺跟前面兩雙鞋真的是 那個架差有把它level做出來的差距 這雙跑鞋的腳感 第一個上腳很輕耶 就是它的存在性其實蠻低的 然後整體它的 大家看如果影片沒有比較 但如果仔細看它其實整個腳是很fit 就是它的鞋其實是蠻窄的 整個很流線很俐落 沒有什麼多餘的布面 而且我現在腳趾頭這樣抓 是真的可以感覺到剛剛那個 防滑膠條在腳底的感覺 不知道跑起來的感覺會不會真的讓我 跟那個鞋底黏得很好 我們來試試看 五分數 準備出發 等待GPS定位 我們要精準一點 OK 定位完成 1分56秒 準備出發 OK Ready Go 這雙跑鞋整體的感受跟剛剛就差蠻多的 就是還可以明顯感覺到這雙跑鞋的落地的轉換是非常乾脆的 就是很俐落的感覺 一落地就可以很快的8D轉換 跟前面幾雙的腳趕上 應該從最軟、次軟 到這雙是比較扎實 比較反饋直接 沒有這麼軟的中底表現 所以三雙的腳趕是蠻不一樣 然後第二個是剛剛在五分數的時候 穿這雙Cloud Tech Ecobone 它其實在往前的這個落地的時候 不會這麼過度的推力往前 可是當你跑到四分數的時候 它的這個落腳的感受會從 好像只有這樣踩著 變成往前的這塊會瞬間往前倒 就它這個弧形的往上翹的設計 會讓你的滾動速度變快 所以當你速度比較快的時候 前進角度變多 會感覺提速比較明顯 但因為今天是跑在田徑廠上 所以它的回饋我覺得還算可以接受 但如果跑在柏油路上 或許腳趕上會是比較扎實、比較直接的 就是感覺上反饋是比較硬派一點點的 所以如果你喜歡扎實一點的腳趕的話 或許這雙鞋還蠻可以考慮的 然後剛剛講到鞋底的那個小小的 防滑膠條的設計 其實還蠻穩固的 跑的時候可以很明顯感覺都 腳跟鞋底是黏得很穩定扎實的感覺 好開箱數據了 好期待喔 跑了六圈 走吧 OK我們剛剛看完了數據 其實三雙跑鞋的表現 雖然是初階、中階 或是碳板鞋的定位有點不一樣 但實際在跑五分數的時候 其實數據上沒有很大明顯的落差 比較有明顯的感覺像是 這雙Jokerano 30 他實際在跑五分數的時候 步屏是比較快的 那步伏是稍微 相對於其他兩雙可能稍微短一點點 那我自己的推估 雖然三雙鞋的數據看起來 移動效率都是一樣8% 可是這雙跑鞋 他的推進效果比較有限 所以體感上你會需要比較多的步屏 才可以帶到你的目標配數 所以在跑四分數的時候 然後我這雙跑鞋的平均步屏是最高的 那整體來講也算是符合啦 因為這雙跑鞋本來就是穩定、緩震、舒適 所以你要他推進效果很好 在這樣的TA定位來講 可能不是這麼好駕馭 所以我覺得也算是符合他自己的跑鞋定位 那跑起來跟其他兩雙是 感覺上真的稍微有點不一樣 但是我覺得也不會說跑快 他就很難跑 其實你真的要帶四分數也OK 只是整體來說 他的存在感會比較重一點 因為鞋重的關係 還有他的緩震、穩定效果 其實整體來講相對於其他兩雙來說 四分數來講 可能對他的駕馭程度來說 已經是有點接近上限了 再跑快可能真的會比較要更用力一點點 那第二雙呢 美金龍的Web Rebellion Flash 2代 這雙跑鞋在跑五分數的數據來說 他其實跟前面另外兩雙其實都是一樣 移動效率是8% 但整體來說他的滾動感是比較明顯的 所以平均步屏是比較下降的 那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的步幅長度是相對於 剛剛的Carano 30是比較大步一點 但也相對這樣 所以步屏就有點下降 那這雙跑鞋整體來講 我覺得以五分數來說 是還OK 就是整體落腳還可以 四分數來講 會更適合他的一個滾動效率 整體的表現上我覺得 真的是滿有駕馭 那四分數可能再快一點點 三分四十五的這種短間鞋 我覺得都還是他可以駕馭的區間 那平常你要慢跑的話 再慢一點 我覺得他可能就有點不適合 因為他沒有後跟的設計 整體的落腳啊 會可能稍微有一點點辛苦 但是如果你是用中足落地的話 跑五分數 你可以感到很好的這個帶動感受 那最後一個是 我們這一天今天最頂級的上萬跑鞋 這雙ON的Cloud Ecobone的第二代 那這雙跑鞋整體的數據表現來說 在慢跑的時候 他跟其他兩雙的移動效率其實都差不多 但實際他在跑四分數的時候 他的移動表現是最好的 他只有6.9% 那這移動效率代表著他在平均的每一步跑的過程當中 是可以稍微省力一點點 那以步屏來說 他也大概是平均164下 可是步伏來講 他是稍微有大一點點 那這雙跑鞋的整體感受上 我自己體感會覺得我穿這雙跑鞋的時候 跑四分數可以出最少力氣來達到這個配速目標 雖然以數據上來看 好像跑鞋的三個落差沒有到很明顯的差距 但其實這一點點 或許在比賽拉長之後 他就會有很明顯的差距出來 那以體感來說 我覺得這雙跑鞋算是三雙跑鞋裡面 跑速度來講會是比較有效率的 因為整體來講他的中底是比較扎實的 所以反饋比較靈快 比較靈活的狀態下 其實你在真的要加速的時候 你會覺得每一步不太需要出很多力氣 他就很不脫泥帶水的就 就離開了 所以在這雙跑鞋的設計下 他確實還是 跑快的時候 碳板鞋還是可以發揮他的作用 那在慢跑的時候穿他 可能就有點大材小用 因為畢竟他的設計 跟他的滾動感受 在你慢跑的時候 可能還是會感覺 好像有一點點會被推的太多 可是 蠻酷的地方是 我跑五分數的時候 你如果種族落地 然後一下就離開 他也不會有那種過渡到 整個前行道把你推出去的感覺 所以 這雙跑鞋我覺得還算是慢跑可以接受 可是這麼高貴的話 就算慢跑鞋就好 他還是有適合他的 競賽的時候再拿出來用的話 我覺得會比較合適 那整體三雙鞋來說 我覺得不同的鞋款 那在不同的場景當中 真的還是會有 一點點些微體感上的差異 那沒有哪一雙真的是比較好 因為我覺得在慢跑的時候 Joke Arno很舒服 那如果你真的想要 日常只有一雙鞋 然後可以打天下 那我覺得今天的第二雙 中階款的Flash 2 其實是比較好的選擇 那如果你真的要競賽的話 那當然無用之彼 是ONT的這雙碳板跑鞋 是整體移動效率是最好的 體感上也最輕鬆的 所以在不同的場景 用的跑鞋 是真的有不同的 所以跑鞋貴的還是有它的原因 那我覺得大家就可以 依照自己平常使用的場景 或需求去選擇一雙 合適自己的跑鞋 就OK了 碳板跑鞋 或是中階的TPU版跑鞋 或是沒有搭載板材的科技 這種一般的慢跑跑鞋 其實我覺得都有各自的 適合的族群跟穿著的腳感 你只要選擇一雙外觀看起來好看 然後你自己覺得非常喜歡 腳感上也很舒適的話 我覺得就可以是一個很合適的選擇 當然大家可以實際去試穿體驗後 依照自己的慢跑區間需求 來選擇合適的鞋子才是最重要的 OK 那以上就是我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 跑鞋大亂鬥的支線 那不知道以這樣的系列 大家喜不喜歡 或是對於今天這樣的數據表現 大家有什麼樣的想法 那或者是你自己平常 有沒有也有類似的實作經驗 例如說你在慢跑的時候 跟你在跑快的時候 穿同一雙跑鞋的數據上 有沒有什麼落差 也歡迎大家跟我們留言分享 我是永江洋哲爾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啟小鈴鐺 當大家看到這支影片的時候 倫敦馬充可能已經倒數一兩週的時間了 我會繼續努力的 大家也要持續鎖定我的IG 還有我的個人社群平台 我們會持續分享最新的訓練資訊給大家 那我們就下支影片見 掰掰 如果您請ija Video 請請訂閱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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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 1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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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號